上海对餐厨垃圾的回收机制 正在不断的健全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总能看到有些人 在偷偷摸摸地干着 回收干脚和地沟油的勾当 前不久 一位热心市民 向我们的新闻热线反映 每天清晨的四点多 一名妇女总会在 虹口足球场的硬井盖旁 捞取地沟油 那么这些捞上来的地沟油 到底是去往哪里 又做什么用了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清晨四点刚过 虹口足球场果然出现了 一名妇女 趁着手电筒微弱的光芒 记者看到 她正用捞勺 不断从下水道捞着地沟油 大约一个小时后 一辆牌照为 苏MSQ135的面包车 停在了足球场门口 这名妇女提着一桶油上了车 随后面包车 开到四平路附近一个居民小区 此时天已大亮 只见这名妇女 熟练地拉开了地上的硬井盖子 继续从下水道里捞着地沟油 之后这辆面包车 还在虹口 杨浦 宝山等 多家饭店门口停车 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直到下午五点多 车子才回到宝山区 梅兴路附近的一处民宅 记者尾随其后 远远的一股恶臭的气味 就扑面而来 附近居民还告诉记者 这里的房东是一个姓周的老板 记者找到了这名周老板 他毫不避讳地说 明知他们没有执照和许可证 干的就是非法的勾当 但既然收了钱 就得照着他们 他是做什么的 什么食品 鲨鱼啊 鲨鱼啊 可能林德加工的 一个上干货市场 这层子现在没进去 我们那些八卧 差不多 现在我就靠我这个 给他撑着 记者以租房者的名义 进到这处民宅 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恶臭 院子里的地上堆满了光鸡光鸭 卫生状况惨不忍睹 记者随即通知了执法部门 当执法人员与记者 进入到黑作坊内部 里面的景象更让人震惊 只见地上血水横流 堆满了还没来得及 加工的鸡鸭鸭和鱼块 两个小房间里 各放着十只小煤炉 寻考着挂在墙上的鸡鸭 执法人员在一个宿舍里 找到了三四名男女 但他们坚称自己只是小工 什么也不知道 我只不过是打工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打工的也好 你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其他的负责人吗 谁在这负责 这是做小生人 他有负责 那你看到你的卫生状况 很差吗 你自己吃吗 我自己也吃的 你给你的亲人吃吗 据初步调查 这处黑桌房的原材料 主要来自于苏州 然后在这里进行薰制加工 宝山区食安办当即取缔了这个黑窝点 收缴死鸡死鸭几千只 而对于这些羁鸭制品流向哪里 也有多少已经上了试 曲食安办表示 将会会同工商 制监 食药监等部门进一步调查 就在节目播出前 记者又与当地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追问调查结果 对方表示 信州的房东和租房者都已经失踪 这批略质食品究竟流向了上海哪里 也不知道 现在不是老板找不到 他严查的那个 周林邦也找不到 现在这个货运到哪里 从哪里销售的话 现在都不知道是吧 这个其实呢 我像我们问西部的那个小工呢 肯定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全然都不好了 曲食安办表示 目前已将现场查获的劣质食品 全部移交农业部门 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令人遗憾的是 因为相关部门追查手段有限 这些劣质食品究竟流往何处 流出了多少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又使用了多少地沟油 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也正是因为违法成本极低 重启炉灶又很简单 也就难怪多年来 非法生产加工食品的地下黑作坊 一直是屡禁不绝 我们认为整治地下作坊 不能仅仅满足于取缔了多少窝点 或是销毁了多少不合格食品 还是应该严厉地追查 问题食品的流向 严厉制裁问题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切实保障百姓的食品安全 请不吝点赞订阅